伊朗的临时婚姻是个什么东东? 一提到伊朗,大家是不是满脑子都是传统保守的印象? 可是,如果我告诉你,在教法森严的伊朗有一种临时婚姻制度,你一定会砸掉舌头吧? 没错,在伊朗,的确有种婚姻制度叫临时婚姻。 其,持续时间可以是几个小时,也可以是99年,只要双方同意,就可以随时牵手,到期还可以选择续约或终止了。 听起来是不是好让人羡慕啊? 不过别着急哦,这种婚姻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,比如,结婚前,双方是自愿的,女方的父亲也需知情且不反对,男方仍要支付女方一定的费用或礼物。 当然,这个礼金数量是远远低于正式结婚的哦,而且,有了临时婚姻的证书,当时双方的任何行为,都是受教法保护的哦。 伊斯兰世界有两大派系,迅尼派和,实业派,临时婚姻属于实业派特有的现象,不光伊朗,伊拉克也有临时婚姻的封锁哦。 当然,有些实业派国家是叫法允许,但法律并不明文支持,所以,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打擦边球的意味吧。 临时婚姻对伊朗具有很多现实秘密,伊朗近年经济状况不好,相当于人民币十几万的彩礼,成了许多士林男士的痛,结不起婚姻让伊朗的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,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。 临时婚姻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可能,也降低了正式婚姻的门槛,深得年轻人,喜欢,而且,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家的生育率。 所以,伊朗社会对临时婚姻的宽容度,还是很高的。 好了,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,关注原子,带给您更多有意思的图文资讯哦。